吉他演奏技巧提升1 今天要教大家一些小小小小的技巧 你做一点小小的改变 在你的吉他演奏 你只要听到这就会有大大的不同的感觉了 首先在中文华语流行歌里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一组和弦 这个C G Ami 然后G 然后F E D C 或者F D G 等等的这一些的变化 这个叫做卡农和弦 至于这组卡农和弦 它有怎么样的延伸的变化 它的由来等等 若想知道更多的 你可以去看好和弦的这一支影片 它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 当我们在弹歌的时候 我们遇到这个C G A 我们就会正常弹C G A 没错对不对 但是这样你就会变成初学者了 C G A你就弹C G A 不要 OK 就要跟人家不一样 才好听吗 才厉害吗 对不对 好 那怎么做改变呢 第一个 我可以做个C 废话还是C 第一个你要了解一下 我们和弦的转位 就是和弦呢 其实这个和弦按下去 会有六条弦 有六个声音 对不对 那六个声音哪个声音该先 哪个声音是最低音呢 这个其实在和弦里面 其实是有讲究的 因为你假如你乱弹 其实会破坏这首歌 这一组里面 它原来的搭配 它出来的声音的效果的 所以我们在弹奏的时候 也要特别的留意啦 好 那第一个C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最好不要刷到第六条弦 最好就是乖乖 从第五条开始刷 OK 你的右手要开始去留意 哪一个和弦刷哪一条弦了 OK C 假如你怕不小心刷到的话 你可以用这边你的无名指 稍微顶着它 顶着 这样刷到就不怕 有旋律的声音 只会有打铁的声音 这样一起刷的时候 其实就被cover掉了 OK 这是C 好 那第二个接G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接G OK 我们接G on B G on B是怎么做呢 其实它就是G 一条斜线的意思代表说 你最低音 要是B音 那最低音是B的话 是哪个音呢 就这个 这是G嘛 那B音怎么做呢 就是 你可以放掉无名指 或者呢 放松松的不要按 然后从第五条开始刷 这个G on B 然后呢 再接过来 A弥就正常的A弥 但是 但是 从第五条刷 不要从第六条刷 所以手大的朋友 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 会拇指过来这边 顶着这个碰住它 就为了让它不要发出声音 OK 当然手小的呢 尤其小学生的话 那可能 好像女生的话 那你手 没办法伸到前面来 你只能乖乖在后面 才按得好 立起来的话 那你就只能靠你的右手 去避开了 就是特别刷好一点 动作控制好 那这样做的原因 就是让你的跟音 会比较平稳 有没有听到的声音是 Do C La 我的跟音是 低音是 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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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 而不是像之前的 Do So La 跳来跳去 当然有些歌曲 你可以要跳来跳去的 会有它的作用 有不同的感觉 但是有些歌 有些抒情歌 稳定一点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要这样做 瞬接会好听一点 好那 Do C La 然后A-Mai以后 再来接 通常会回去G 但是这个G 你不要弹G 你弹A-Mai7 On G 就好 怎么做呢 A-Mai7 A-Mai7 就是放掉无名词 这就A-Mai7 然后On G 就是帮我把无名词 放上来 最低音的G 这个位置 OK 通常要手够大的 人才做得到 女生可能会稍微的吃力一点点 但有个技巧 就是你的 这边拇指就不要上来了 下来 然后手 手挽出来一点 就可以弹好了 然后手记得立起来 好 然后A-Mai7 我们G完以后呢 就会接过了 我们的F和弦 好 那你可以选择 是封闭和弦的 OK 当然 女生或者小朋友 可能弹不了F的话呢 你就要用开放和弦的F 这样子了 那假如你选择用开放和弦的话 你留意你的右手 就不要刷第六条弦了 这两个音 其实不合适先出来 它会变了另外一个和弦来的 OK 所以应该你要先乖乖地 从第四条刷 这才是真正F的声音 不是 OK 当然封闭和弦就没关系 全部刷就好 然后E-Mai也是全部刷 那你开放和弦的F就是第四条 然后E-Mai也是第四条 就会有个Fa-Me OK 就旁边隔壁很平顺的过去 好 然后再来就会接 通常会接D-Mai或者接F OK D-Mai一样第四条 OK 假如F接F的话 一样也是第四条 对不对 OK 第四条 然后接回去G 那这个G就可以正常的G 然后全部都刷 然后又重头了 好 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若是你想了解更多吉他演奏技巧提升的 小方法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按like 还有多一点留言 叫我快点出下一部影片 就这样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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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